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老师 你吃过烤全羊吗 最大吃到过羊腿 没吃过烤全羊 不应该呀 大家都说你特别的讲义气 特别够哥们儿 经常请大家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您既然提到了 今天结束都别走啊 晚上咱就烤全羊 此话当真 没问题 那么今天的这个发明项目呢 就与烤全羊有关 究竟是怎样的一项发明呢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了解 外皮金黄酥脆 肉质鲜嫩多汁 一只出色的烤全羊总能让人裁下舌尖又上心肩 虽说这烤全羊是内蒙古新疆一带的传统美味 但它的魅力早已遍及全国 这不在杭州 记者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哇 好香啊 哇 刚刚好 那个酱肉 来一下 怎么样 好 下出来 快下下 好脆啊 这个皮肯定很香啊 还有不一样 哇 你好香 吃得很真香耶 很喜欢吃烤全羊哦 烤全羊我才能就知道我没有多爱吃了 一整个羊我就吃完了 你吃得太香了我都没口水了 为什么喜欢吃烤全羊 因为大口吃都很开心啊 吃烤全羊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非常嗨 很喜欢看水腑蒜 我很喜欢这样子吃的感觉 这桌食客告诉我们他们都好这一口 但是把大伙聚在一起不容易 找个吃烤全羊的地方也不容易 所以这次索性吃个痛快 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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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没有了 这个要提前预定的 怎么还要预定的 对 要不如你们再等一下吧 要等三到四个小时 你看可以吗 这么久 这么小时 对 要有一个烤制过程 一个腌制过程 刚刚跟顾客交流的这位叫王二豪 是这家餐馆的技术总监 专门负责跟烤全羊有关的大事小情 他告诉我们 要吃烤全羊 至少得提前一天预定 如果订少了 想临时加单 也不太容易 因为根本来不及准备 这烤全羊真有这么麻烦吗 记者决定亲自体验一番 王师傅告诉我们 比起烤羊腿烤羊排 烤一整只羊更难的是 羊身上各个部位厚度不同 肉的紧实程度也不同 把羊平铺在架子上绑紧 有利于各个部位充分受热 这样就可以开始烤了是吧 对对对 还是有点腌的 有点呛的 我看这边有不少炭 15斤 15斤炭烤 一只十三四斤的羊 对对对 咱们得花多长时间 让它烤出来 我们吃了 就两个小时了 每烤一只羊 就要在高达300度的烤炉前 至少待上两个小时 这是王师傅工作的常态 因为要保证烤出来的羊 外皮酥脆 肉质鲜嫩 就必须让整只羊均匀受热 这就要求烤羊师傅 严格控制翻面的节奏和刷油的时机 就得顶着这个高温在那边刷油 对对对 我看有时候油往下掉 这又开始冒烟啊 是的 我们都习惯了 一句轻描淡写的习惯了 掩饰不住王师傅内心那份无奈 可毕竟 这是自己打拼了13年的行当啊 你能问我的话我替你好好 我也体验一下 可以可以 那我这把手套给你吧 行 有 你这手套也已经扔得挺高的了 对对对 一直都行吗 对对 一直 你这个时候戴在这里这么搅就行了 慢的 哦 有点快的是吧 对对 我觉得有点快啊 我倒还是能忍受 但是这慢慢的让我觉得更热 对对 那也就是说烤羊一定是要保证匀速 对 而且那速度要不能有太快 对 那这胳膊哪受得了去 就算你胳膊受得了 你不会觉得很枯燥吗这样子 有些时候我们会放点音乐 但是忙起来的时候也就想不起来了 因为我们每天都不停地烤 我们拍摄时正值初冬 杭州室外温度约10摄氏度 在这样相对舒适的天气里 记者体验了十几分钟 就已经被折腾的够呛了 然而王师傅告诉我们 比起这份辛苦 更让他苦恼的是 就算每天不停地烤 一个人一天也就能烤三到四只羊 想扩大经营的愿望 一直没能实践 想不想能有台机器或者设备 能帮咱烤羊啊 当然想了 不过最近有人联系我说他 他在上海那边发明了一台烤羊炉 新型的烤羊炉 对我正准备这两天过去看一下 你还没看过是吧 没有没有 那这样行不行 你带着我 咱们一起去看看 那我把这只羊烤好行吗 行那你先他是把这羊烤好 可以 第二天我们跟随王师傅 来到位于上海郊外的一家 鸡血制造厂 你外边烫的话 那如果说有人摸到的话 肯定不行 那要烫到别人就摸 抱歉打扰一下 请问哪位是孔令金孔先生 我 是您是吧 发明人孔令金团队 发明项目新型烤羊炉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外发明栏目的 我们是听说这听这位王师傅说 您这做了一个烤羊炉 是这个 就是这个呀 我们才做没多长时间 看着挺有意思的 这是怎么烤羊的 把羊绑起来以后想把它竖着 竖着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烤得多一点 这能烤几只呢 我们目前设计的是烤两只 就背对背嘛 完了以后这个下面就放木炭 大概要放多少斤木炭啊 烤两只羊的话大概要放 五六斤吧 孔令金团队的第一代烤羊炉 由方形炉枪 炭火加热装置 烤羊架通风口组成 烤炉侧壁 采用1.5毫米的单层钢板 烤羊时 将两只平行排列的整羊 悬挂在炭火上方 随着炭火不断升温 热量由烤炉底部 不断向四周扩散 并传导给上方的羊 最好能给我们试验一下 我要是试的好 那这个你就得 这个 那我就从这里采购机台回去 是不是 这刚做出来的烤羊炉 看起来像个历史的大烤箱 用它来烤全羊 到底行不行啊 专门来看烤炉的汪师傅 脸上写满了怀疑 现在可以烤了吗 现在可以了 250度到300度之间 就可以放羊进去了 现在270度了 这样刚好一挂 这样可以了 孔灵斤准备的这只 用来测试的羊 大约8斤重 算是一只偏小的羊 这样大小的羊 大概需要多久能烤好呢 传统烤一只羊 在两个小时左右 或者一半小时之间 用这炉子烤呢 用这种烤的话 缩短一半 一半时间 45分钟 10分钟 孔宁斤告诉我们 按照他的设想 烤羊炉是一个封闭狭小的空间 比露天作业的传统烤炉 更容易聚集热量 因此用五斤炭 等45分钟左右 就能把羊烤熟 然而15分钟过去了 烤炉里的羊并没有什么变化 难道是温度不够 孔灵斤显得有点忐忑 为了让炭火更旺一点 它调整了木炭的角度 四十分钟 孔先生 你有没有感觉 就是这个炉子周围 我在这就感觉到热浪 是一趟 一趟一趟的过来 有点热 有点热 是有点热 对 对 已经有点烫熟了 对 我们测试它到底多少度 多少度 我们看它多少度 五十九了这已经 但这么高的这个温度 算正常吗 严格意义上面来讲 这温度有点高 烤炉侧壁温度不低 但烤炉里的羊 却刚刚有点变化 照这个趋势 恐怕没法在四十五分钟之内 烤熟了 无奈之下 孔灵斤只好又往烤炉里 加了点木炭 随着炉内温度升高 从烤炉里 飘来阵阵香气 看样子 这羊 烤得差不多了 四十五分钟了 咱们这羊是不是快烤好了 应该是好了 因为这个羊本来就不大 我们打开看看吧 赶紧打开看看 还是不错的 这么看的话 很香 而且看起来 还是有点食欲的吧 还是拿出来 尝了才知道 看这个羊 咱们这块部位的颜色 相会浅一些 四周 我们看 它好像烤的颜色 就挺深的了 边上这个 王师傅 你是专业烤羊的 你觉得这个羊烤得怎么样 我感觉这羊烤得不大 它的颜色 不是太均匀 但是酥肯定酥辣 但是给人一种 没有食欲 就是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王师傅的话 虽然刺耳 但是不无道理 而孔敏金认为 这羊虽不好看 却很好吃 到底如何 赶紧尝尝再说吧 那边肉倒是蛮嫩的 拿一块连皮带肉的 这个皮还是有点 就是很硬 肉汁还真是可以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皮嘛 然后我要很使劲地嚼 那个皮才行 那么对于这样的烤制效果 王师傅能接受吗 口感烤的 我感觉还是欠缺一些 不过你看它这个羊腿 它这块的话也烤糊掉了 是吧 这块也烤糊掉了 都烤焦了 对对对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不是离烫火太近了 这样吧 王师傅 这个炉子呢 你拿回去 我送给你 你回去用用它 有什么问题 你告诉我 我也好改 好不好 这个我看还是算了吧 因为刚才一只羊腿没烤好 我拉回去 只能浪费我了 愁美 对吧 我送给你 烤羊炉手刺两下 非但没能好好表现一番 反而被客户 一下子戳中软肋 这让孔领巾有点失落 可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孔领巾 又是为什么要做这样一台 烤羊炉呢 什么样的鱼 多大的鱼 怎么切 你们先想一想 先想想再下刀 拿到时候就下刀 你还能把它粘上去啊 孔领巾 现年42岁 江苏淮安人 17岁时 他离开家乡 来到上海打拼 凭借着一股子能吃苦的劲头 和善于观察的精神 孔领巾花了十年的时间 从配菜员一路做到行政总厨 2004年 他创办了自己的机械制造厂 由于在铁板烧 烤鱼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 2015年 孔领巾决定挑战一下烤全羊设备 这个他从未涉及的领域 然而 刚才的测试结果 却给孔领巾泼了一盆冷水 他清醒地看到 烤全羊不同于自己以往做的 铁板烧烤鱼 必须得换个思路才行 孔领巾和工程师 复盘了整个测试过程 他们认为 温控是关键问题 必须要将烤制时的温度 控制在270度左右 然而目前的烤炉壁 是单层钢板 既不利于保温 又容易烫到操作人员 找准了方向 孔领巾和团队 开始大刀阔斧地 对烤羊炉进行改进 经过几个月的打磨 新一代烤羊炉 做出来了 孔领巾团队发明的 第二代烤羊炉 由温度监测系统 焖烤单元组成 在电机的驱动下 碳火上方的全羊 匀速旋转 随着温度升高 烤炉底部的水 产生水蒸气 对正在烤制的全羊 进行焖蒸 为避免散热过快 第二代烤羊炉 采用特制的保温隔热结构 在烤炉内壁和外壁之间 加入了耐火泥隔热层 和玻璃纤维保温层 这第二代的烤羊� 有点像一个蒙古包的样子了 再说的通俗一点 有点像圆柱体的大烤箱 确实是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保温隔热的措施 我们看到面前 现在有几种不同材质的杯子 我在里边倒入了热水 我们可以凭我们的生活经验 可就可以想一下 到底哪个的保温效果比较好 这个矿泉水平肯定是没戏的 有点像圆柱体的大烤箱 有点像一个蒙古包的样子了 再说的通俗一点 有点像圆柱体的大烤箱 确实是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保温隔热的措施 我们看到面前 现在有几种不同材质的杯子 我在里边倒入了热水 我们可以凭我们的生活经验 可就可以想一下 到底哪个的保温效果比较好 这个矿泉水平肯定是没戏的 这个保温杯当然是非常强的 我有一个保温杯 基本上把这水挂进去以后 只要你不给它把盖子给拧开 两天两夜它都不会变凉 那你这个中间的这个杯子吧 虽然有保温 但是时间并不长 它会出来那种温温的效果 您的这个生活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很丰富吗 对 这个是单层的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中空的 这个是一个真空的 隔热的这个层不一样的话 就导致了像您所说的 这个的效果实际上不如这个真空保温杯 对 那我们这个发明人 他发明的这个烤洋机 实际上他就也遇到这个问题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导热很快 本来是烤箱 但是他变成暖炉了 对 那他效率肯定高不了 所以呢 他需要的注意就是 有不同的保温的材料 有不同的可以加的隔层 然后像我们常见的可能还有一些纤维 还有一些防火砖 还有一些防火泥 对 他所做的就是在能够完成他烤洋的这个任务的同时 又尽可能的提高效率 也就是在这些材料里进行一个选择 进行一个搭配 让他尽可能的保温 究竟我们的这台设备烤洋的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接着往下 孔宁金告诉我们 第二代烤洋炉可以同时烤三只羊 不过由于是测试 我们让他先烤一只试一下 可他却坚持要烤一大一小两只羊 以此来证明烤炉的实力 这个就是上次烤的那个羊 8斤左右 8斤左右 这个就是15斤左右的大羊 这两个同时都挂的 我们现在同时进去烤 这要挂多久才能把它烤熟 大概在45分钟到50分钟左右 用多少炭 同样在6斤炭左右 单只羊我们已经试验过很多次了 等于你还没有试过这两只羊 对 两只羊尤其是两只同时一大一小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 两只羊的体重相差了将近一倍 这就对温度控制提出了比较严格的要求 虽然烤炉加了隔热层 但毕竟只有6斤炭火 真能在50分钟内烤熟两只羊吗 虎先生你这是干嘛呀 现在烤羊就是温度要控制在250度到300度之间 现在已经267度了 我们现在要把上面关掉 下面也关掉 这是把里边的所有的温度锁在炉腔内 对啊 温度被锁在炉腔里 可以使更多的热量作用在羊身上 加快烤制进度 45分钟过去了 这羊烤得到底怎么样了 这是那个熟了 对啊 对啊 四十多一点 看看 闻着这个味儿特别香 已经迫不及待在想吃了 听到这个切的时候那脆皮的声音了 首先出炉的是这只八斤重的小羊 为了更好的品尝 我们先让厨师给我们切好 撒上料 出鼻而来的香 想尝哪一块 哪个部位其实最难烤熟 最难烤好 最难烤好的就是这个羊前面的这两个尖 那你先尝尝尖尖那块吧 尖尖尖好烤 看看你这个能不能满的烤熟 我们看一下这块肉 尝一下怎么样 你先尝一尝 我挑一个不要学耻的东西 这口吃的肉我觉得肉很嫩 然后呢那个皮儿能有那种脆脆的感觉 最好吃的皮倒是什么 摸着还挺脆的 非常棒 是有眼上摸摸的感觉 是不是 所以说我讲 我一定要一血前子 率先出炉的这只小羊 外皮酥脆肉质鲜嫩 不过炉子里还有只15斤的大羊呢 也能烤出同样的效果吗 来 看 颜色上来说 怎么样 还是挺均匀的 来 师傅放这吧 你尝一尝 肉很嫩 拿一个又带肉的吧 刚一信口就是那种 啪嗦一下 那种清脆的声音 然后呢往后面嚼 你就能嚼到它那个水润的那个肉质 那种质感特别明显 经过测试 第二代烤羊炉做出的烤全羊 无论体型较大的还是较小的 效果都不错 这让孔领巾有种一血前尺般的畅快 不过这一次的烤炉 专业烤羊师傅会怎么看呢 孔领巾找到上次来看设备的王二好师傅 想让他见识下自己的最新成果 王师傅 你干啥呢 郑大姨 你怎么来了 上次你不是说我那个炉子不好吗 我就是改过了 你拿炉子不行 你改还能哄哪去 上次挺奢望的 这次呢我不算改完了之后 我在家里边我也试了很多次 我们现在可以考三只羊 我把我把炉子拿到你们家 你也出几个人 完了以后呢我们比一下 这个的话那羊谁出呀 羊我出 你们俩考的羊也要我出 那行 咱俩说个时间 那就明天吧 明天 那就这么说定了 好 好 好 来来来 往这边走 第二天孔领金早早地从上海 赶到位于杭州郊外的比赛场地 毕竟这是烤羊炉第一次 在众人面前亮相 孔领金既兴奋又紧张 对于这个酷似蒙古包的大家伙 人们很期待 就在此时 烤羊的王师傅 带领他的队友们进场了 把监狱都敲着一下就行了 王师傅的到来 当孔领金感到了压力 为了平复内心的紧张 他关注着烤羊炉的各种细节 排水管装了没有 里面那袋里面全部拿出来 等一下 等它放平 放平了之后 完了以后再开始装其他的东西 好不好 拧平 拧平 对 拧平 对 好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没问题 你现在的开还是关 现在是关 好 把盖子抓上 担心啊 担心 担心手 担心手 经过一番调整 双方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潘阳总就等着一会儿 让对方好好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咯 他们今天风大 我们应该没风 在这个天空下 天自我眼 晚餐烤楼 一场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场预计会很激烈的人际大战 准备开始了 比赛双方是新型烤羊炉队 还有传统人工队 这样啊 咱们先来看一下双方的人员和设备配置 一台设备 两个人 这位 王乃晨 我是得力干将 为什么专门把他叫过来 好洋有秘籍 你有什么秘籍啊 能给我们提前透露一下吗 这个是秘密灯 你就知道了 这边的话 今天是六台设备 六个人 六个人 准备了多少炭火 六箱 六箱炭火是大概多少斤 大概是一箱的话大概是15斤 那也就准备了90斤炭火 对对 今天呢 咱们就比一比 咱们双方呢 谁烤得更快 谁烤得更好 好吧 可以 咱们呢 一边是六只羊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谁先挑 他们先挑 你们先挑吧 你们先挑 哎呦 我们人多 让你们人少 不欺负你们 谁为你们挑啥羊 行了 双方再退让下去 估计到天黑啊 咱这羊也烤不出来 这样好不好 咱们猜一下 用硬币 投硬币的方法猜一下 可以吧 可以 呃 你们这边猜什么 面 面 你们这边呢就是猜花了 可以 好吧 好 看一下啊 花 那咱们由这个 人工队先挑羊啊 我要挑个头差不多的 为什么要挑个头差不多 因为这样盔盲起来 比较方便 你们炉子还挑大小 我们多大的都行 那行吧 那大的就留给你们了 对 真不客气啊 123 4 6 多了 那一只夹那一只拿掉 这一只 好了 上 上 上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你们呢 好了 那行啊 现在计时 开始 比赛开始 双方抓紧一切时间 把羊绑好 绑的都比他们快 烤的就肯定比他们快了 那不见了 好 好 这羊大叔挂着起来 没有那个小羊挂着的 这种方便有点费劲啊 哎 好 来 来 关门 这就没事了 没事了 看着温度就行了 看着时间已经了 人工队也绑好了羊 可这一时我们却发现 王师傅显得有些慌乱 你还给炉子编了个号是吗 对对对 为什么呀 要不然的话这个左筹它对不上去 哦 还一一就硬 小心小心 别紧张 别紧张 怎么会掉呢 二号 要不你认个书就算了吧 肯定不行 不到最后我不认说 王师傅心态很好 可人工队炉子的温度 却迟迟起不来 这不 师傅们正不断加炭呢 炭够不够 我够了 不够 我接点给你 炭火的温度总算上来了 人工队开始刷油翻面 而另一边 新型烤羊炉的温度 却在不断下降 把炭给它理齐了 刚才那个炭是因为它的 这个一开始放进去的时候 它一个叠一个中间没有空气 所以说它燃烧的不是很充分 调整了炭的摆放 新型烤炉的温度恢复了正常 不过 由于耽搁了一段时间 进度稍稍落后于人工队 大胆预测一下谁会赢 21世纪了我相信高科技 高科技 就是这个跑洋炉机器队会赢 对 还是支持一下人工队 总是手工来的要细腻一点 我觉得还是传统队吧 因为我看这个阵势 这么多人都在抗争 相信人工力量大是吧 人工队这边人气很旺 不过 为了提高人气和效率 新型烤洋炉那边也有对策 拿刀来 这怎么抽起刀来了 咱们这个羊身上的腿比较厚 然后换一下 换口水 其实口感比较嫩 看这个趋势的话 多久就能够出炉了 它有十几分钟吧 它的这个肩背和它的腿 它的这个肉都是非常厚的 一个小时过去了 人工队这边飘香不断 不过羊的颜色却有的深有的浅 而此时新型烤炉里的羊 已经变成金黄色了 第一炉已经烤好了 对对对对 看颜色还不错 表面焦黄焦黄的 为了不耽误时间 孔领巾和搭档配合 将另外三只羊迅速放到炉子里 别焦急 别焦急 看到机器队的三只羊已经出炉 王师傅也不淡定了 他开始帮队友调整炭火 二号师傅 我看你一直是在给大家 把炭往那两边走 对 今天的风有点大 然后呢 他中间收着 两头没有收热 所以说把他往两边移一下 因为这两头是往中间走的 比赛进入白热化 人工队的师傅们 克服着烟熏火燎 在他们看来 比起战胜机器队那份荣耀 这不算什么 比赛接近尾声 人工队的师傅们 进行着收尾工作 而这时 孔领巾和搭档却发现 他们炉内的温度不同 太够了 我们同时烤三只羊 完了以后 而且我们这个每只羊 现在都非常非常的大 那还是不够了 就是碳不够 碳不够 但是我们当然 那也是用半箱炭呀 由于羊重量大 消耗热能快 机器队这边 只好再补充点炭火 然而炭火升温 也需要一定时间 这一下 还能追上人工队吗 怎么样了 王师傅 这已经好了 可以出炉了是吧 可以出炉了 您现在一个小时 55分钟 那边怎么样 还有多久大概 10分钟 10分钟 那从速度上来说 比赛更慢一点点 趁着机器队收尾的功夫 我们先来看看 人工队烤羊的质量 外皮的颜色基本均匀 但仍然有个别地方烤焦了 那么口感如何呢 赶紧让大伙尝尝吧 机器队的烤羊 看起来也让人很有食欲 赶紧分给大伙尝尝吧 除了速度和口感 用碳量也是衡量双方效率的重要标准 那么双方各用了多少呢 我看一下 还剩一层的样子 对一层多一点点 多一点点 等于是用了 12斤炭 大概用了多少炭 看看你们后面那是 12345678 8箱炭 你不是说6箱炭就行吗 还找人借了两箱 对对一开始怕输给他们 然后又问他们借了两箱 那今天这个情况 你们觉得谁赢了 它的烤的颜色上面 稍微比我们比较成人吧 那现在这种情况的话 孔先生这个烤羊炉的话 你觉得你怎么样 不要上碳 那哪有行 不行的话就是把这个炉子 留在里 我可以用两件 来 和人工的这场比赛之后 孔灵金接到了不少订单 然而孔灵金注意到 环保已成为重要液体 炭火的使用有局限 于是他决定 研发一种新型电加热烤炉 当他把想法告诉团队时 大伙却认为 这样太冒险了 第一 环保 第二呢 相比较我们用碳 回卫生 这是它的第二个优点 第三 相对 温度 比较好控制 通过利弊分析和头脑风暴 团队的意见 总算达成一致 经过几个月的打磨 第三代烤羊炉 做出来了 第三代烤羊炉将原有的炭火加热 变为电加热 九根约50厘米高的电加热管 根据特定角度进行排列 集通电源后 电加热管不断升温 对其上方的羊进行烤制 随着温度升高 烤炉底部产生水蒸气 对羊起到一定的闷蒸作用 那这要预热多久才能烤啊 这个预热正常也就是15分钟 从开电源到它达到250度 三只羊要花多长时间烤熟 三只羊的话 如果是都是10斤左右的羊 我们在50分钟就可以烤 我现在就让我们师傅 当明面现场烤一只 空灵筋准备的是一只15斤左右的羊 算是中等偏大的 用电加热的方式 真能烤好吗 你看这才4分钟 我们看这个大腿那块 那个肉已经 已经有点焦黄了 上热还是挺快的是吧 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高吧 哦 电的热能比碳的热能要高 由于电热管温度较高 为了防止局部过热 空灵筋让人把羊调转了方向 这样可以让比较难烤的肩部和腿部 都能充分受热 时间差不多了 50多分钟了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还挺均匀的 能拿出来了吗 可以 好香 哇 呲啦呲啦的声音 大面上来看的话 基本上和碳烤的那个差别 并不是很大 挺均匀的那种金黄色 你看就这个部分 稍微有点颜色重 就羊腿的那个地方 羊大 它的体积又大 那这样的话呢 它跟电热管呢 距离就非常非常的近 电热管呢 真的把它羊烤了 这用电烤出来的羊 到底味道如何 还是赶紧尝尝吧 这个羊皮还是挺酥脆 而且还是挺香的 刚才皮长了可以 看看肉怎么样 比较有嚼劲 然后呢 也能感觉到水分 嗯 对于新一代烤炉做的烤全羊 孔令金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这样的烤炉 烤羊师傅们会接受吗 孔令金特意请来了 之前和他比赛的王师傅 准备和他的人工队 再较量一番 我可以出六七个人 六七个人 六七个人 六七个人不行 你出八个人十个人 那就定八个人吧 你要是赢了我 那我们就签订协议 我就购买你的炉子 那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慢慢走 不要压着这个 走走 然而 让孔令金始料未及的是 比赛场地 竟然是一片起伏不平的草地 走走走走 开走 赶快走 放 拉出来 垫木板 烤炉的重量将近一吨 垫两个 如果轻倒了 那可就麻烦了 拿个木板来 不然那个叫什么 这个一下子酒就陷进去了 这边不要占人 拧紧了吧 轮子 请一聊 大伙齐心协力 总算把烤炉平稳地架在了草地上 而在赛场的另一边 王师傅带领人工队 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做起了准备工作 快快 两人一组 两人一组 没事 那给咱们双方三个小时的时间 没问题 看咱们谁考的羊 又多又好 行吗 可以 那你估计你们能考几只羊 我估计 九只到十二只左右吧 九只到十二只 对啊 那你平均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三只啊 我们正常五十分钟啊 你给我三个小时嘛 你觉得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他还有三位的时间吧 应该我感觉不可能 你这边是几个人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 连我是八个人 八个人 三个小时 对 你估计你们能考多少只 不能嘴上说对吧 要比到最后看嘛 双方各不相让 那么现场的观众更看好哪一边呢 如果支持这个烤羊炉的 新型烤羊炉就拿红色的旗子 如果支持这个人工队的 咱们就拿蓝色的旗子 群中的眼睛是雪亮的啊 拿红的 我保证你一个小时 这里吃到烤羊 三小时我给你吃三次 我直接给你们全部带回家 好 给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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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队 加油 红队的人拿点记性出来 加油 加油 温度已经足够了是吧 足够了 一会就能直接烤了 你们这边呢 碳已经准备好了 对 我们也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那行 那为大家计时 好计时 开始 比赛开始 双方都抓紧一切时间 把个头适中的羊 运到自己的区域 因为这样的羊 好起来省食省汗 又省心 机器队开局顺利 而人工那边 却遇到了点麻烦 怎么了 有点浮沸套了 所以说这个 它架子弄不满 它是地不平 导致这个架子 它有点斜 这一斜的话 这怎么着 是转不了了吧 对对对 稍微有点 这个羊 稍微有点 这个羊 稍微有点 开局的小插曲 并没有影响 人工队的情绪 他们分工明确 刷油 加碳 各司其职 干劲十足 再看另一遍 孔令金和队友 竟然歇着呢 这么悠闲啊 二位 温度也上来了 我们啥也干嘛 就在这等着就行了 对 孔令金对他的烤炉 相当自信 不过 人工队也不甘示弱 他们严格的 控制着火候 用阵阵飘香告诉我们 人工烤羊 不成 你会后悔 开始除羊 这个情况 我们羊已经好了 这个第一次散热已经好了 对对对 一个小时刚过 机器队的前三只羊 已经烤好 由于开门 会造成烤炉急速降温 将影响 后续进步 孔令金和队友 抓紧一切时间 换上一批新羊 他这只第三只 我们不着急 我们要抽全部都出来了 尽管有信心 但为了加快速度 人工队又开始往炉子里加碳了 这个风比较大 这个碳都会吹 燃烧率太快 有炭火帮忙 人工队这边的烤制速度明显加快 差不多好了 出吧 好的 这就可以出炉了 这是第二炉啊 对对对对 这比第一炉可能要早了 得有将近十分钟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熟了 担心啊 有热气 你看那个羊排全部都是金黄色 你这样看 看里边啊 对对对对 你看全部都是金黄色 这就说明它的肉也 对对对对 这个羊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羊得有多少斤啊 这个羊啊 这个羊 这个羊我估计大概得有十八斤左右 这个羊小 大概也就 最多也就十二三斤这个样子 同一炉子的三只羊 却有大有小 这就给操作带来了一定麻烦 比赛还剩下一个小时 三只都能烤熟吗 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 双方都想尽办法 加快烤制速度 这个是把羊 它这个腿肉比较厚 然后把这里的血水化一下 它就是熟得快 三下准备掉个儿 我们下面已经烤好了 然后掉头 然后接着烤 对对对对 这样烤的好处是 稍微均匀 稍微均匀 哇 这上面有点胶 哎呦怎么了 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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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头都已经烤熟了 我刚才一用力断了 好 同伴忙中出错 这让孔灵金心头一紧 他小心翼翼地 调转另一只羊 生怕再出错影响进度 比赛接近尾声 找目前情况来看 到底谁会取胜 还真不好说 各位时间快到了啊加油 10 9 9 8 7 6 5 4 3 2 1 好 王师傅 咱们传统这边怎么样 你这只 稍微还差点火候 哪差点火候 就是前腿跟后腿这块 其他部分基本上没问题了 对 经过检查 我们发现 人工队的烤羊 外表色泽金黄 但腿部还没有完全烤熟 来看 看一阵热气 机器队的烤羊 同样色泽金黄 而比较厚实的腿部 已经烤熟了 那今天在时间上来说呢 你们这边是3个小时9只 然后呢 你们这边是3个小时8只 但是可能 还需要再多花点时间才能烤熟 那在时间上来说的话 董先生这边还是占了些优势啊 对 最终用了3小时10分钟 人工队的羊全部烤熟 那么双方的烤羊口味如何呢 现场的观众已经迫不及待 要好好尝尝了 为了更精准地评判双方烤羊的品质 我们请来一位专业人士 吴曾敏国家级营养师 从事厨师行业40余年 长期研究与羊肉有关的菜品 并开发出特色全羊验 吴曾敏选取了羊排骨附近的一块肉 作为品尝样本 老式烤法的这个外俗理论 吃的还是比较可口的 这个形式烤法呢 也是色 星 味 霉 各方面的看出来了 还比较 类 这双方相比之下你觉得 我认为呢还是这个炉子明显的 就是烤炉做的更好 那祝贺你们 空灵芯团队研发的新型烤羊炉 利用热传导原理 采用悬挂焖烤的方式 实现了基本替代 传统人工烤羊的目的 它的特点在于 第一 通过给烤炉增加特质的隔热层 使更多热量保留在炉腔内 提高了效率 单只羊的烤制 比人工节约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第二 通过对热源的改进 实现了由炭火到清洁能源的转变 符合环保的理念和趋势 这个发明总体来讲是比较成功的 三代抗氧炉进步明显 第一代呢 基本时间整理抗氧功能代替成功 第二代呢 下面第一代增加了一个隔热层 实际上就让那个农员利用率 共加提高了 共加结农 第三代呢 采用电的方式来代替 就我们传统的炭烤 这样的话呢 符合环保的大趋势 如果提改进意见的话呢 我想既然第三代 已经用电来代替炭 进行考制的话呢 那么它的温度控制 实际上也比较容易时间这么化了 我想这一点可以直直改进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关注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和新浪微博 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科学顾问 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 华为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 寒冷的冬季 一碗热腾腾的麻辣烫 能够让你身心舒畅 然而 人工制作的过程 却费时费力 这是一位麻辣烫大厨 他手艺绝佳 智能便捷 与人工对决 他毫不逊色 究竟是怎样的设计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麻辣烫出来